在证交所大力民股宣布长荣钢铁正式上市 以每股41元挂牌 一开盘随即上涨32.9元 来到73.9元上演蜜月行情 长荣钢铁是台湾主要钢购大厂 业者展望市场前景 台商回流加上政府推动公共建设需求畅旺 政策上的推动持续下去的话 我想在钢购里面应该在三年里面的话 这个景气都非常的旺 钢购的部分营业突破百亿 我个人是认为 假如没有其他这些营造的这些因素影响的话 应该是没有问题 长荣钢铁去年合并营收为93.5亿元 年增13% 每股盈余为2.65元 除了钢购本业外 转投资的环保事业也是一大成长动能 获利贡献超过55%以上 毛利率还优于钢购本业 环保这边对钢购这边的本身的获利 它的营业额大概就是25%左右 但是它的获利大概都有50% 长荣海运尽管受到长次轮搁浅事件影响 但全球运价高涨 三月营收321.72亿元 不止第一次单月营收突破300亿元 也续创历史新高 海运本业大赚 长荣集团加速推动子公司IPO上市计划 睽違20年之久让长荣钢铁挂牌 成为集团第五家上市公司 也为台股注入新活水 新唐人亚太电视持千里张元亭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